C.E.中學會考2010年Paper 2的第33題 亦即是教科書的51頁第17題 這一題其實就是我們看回題目 X和Y是兩件物件 就用相同的功率去加熱 即是給予相同的熱能 圖E顯示他們的溫度時間線圖 就問下面哪一句是對的 首先我們就要了解 如果我們在這裏 鑽回一條線的下來 即是在相同的時間的時候 我們就會見到 X 其實比起初的時候 溫度是變化很大的 Y 我們只見到這裏 Y 的溫度變化是比較小 這就是相同的時間 X 的溫度是升得多 Y 的溫度是升得少 好了 如果我們看回第一個要求 就是要比較兩者的熱容量 我們就想回熱容量的定義 其實是熱能除溫差 也是功率乘時間除溫差 因為現在我們是鎖死了兩邊 是相同的時間和相同的功率 在相同的時間裏 X 是升溫比較多 即是說 delta Tx 比 delta Ty 更大 即是這個數會比較大 同是分母大的話 即是這個數會比較小 所以就得出一個結論 就是 C 的熱容量是比較低 所以第一句是正確 第一句是正確 到第二句了 第二句就是 如果它們是相同的物料造成的 那麼 X 的質量就會比較少 它這裏提到它們兩個是相同物料 相同物料 即是說它們兩個的熱容量 比熱容量是相同的 跟物料才會比熱容量相同的 所以熱容量就會等於質量 乘以比熱容量 剛才我們得到 熱容量X 是比較小 即是說這兩邊乘了 MX 乘同一個C 它們兩個是會小於MY 乘同一個C 所以 X 的質量是比較低 第二句也是正確的 好了 到第三句了 第三句就是 比熱容量會比較少 我們看看這裏 比熱容量的定義是這樣的 因為我們不知道它的材料是多少 也不知道它多重 我們只知道它們相同的能量 我們會看到 如果不同物料的話 有機會可能是比熱容量大 有機會是比熱容量大 而造成那個熱容量大的 就不一定是質量的 所以這個就是不能下過定論 我們只知道 X 的熱容量比較小 因為它是由兩個物理量組成 所以你不可以下過定論 是否它所說的 X 的比熱容量比較小 它可能純粹是個M小 它純粹是個M小 所以我們只知道 M、X、C、X 是小於Y、C、Y 但是在這裏來說 因為有M和C都會變 所以就不能夠達至結論 C、X 它的比容量一定小於C、Y 就沒有一個必要的結論 所以第三句是錯 所以如果只有1和2是對的 我們要選擇的答案 就會是A